有人想和你约会才说四四句话 其实是在暗示我喜欢上你了 每一个人都一样 要对另一个人表白之前 都会去试探对方的反应 当知道对方并不反感 或是对自己同样有好感的时候 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发展 所以当我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不会直接的去告诉对方 而是通过一些暗示来告诉对方 我喜欢上你了 爱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如果一个女人经常对你说这四句话 那么说明她是喜欢上你了 她想要和你在一起 第一 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一个女人如果对你没有特别的意思 不会轻易地问你这个问题 当她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是想要知道 你喜欢的女孩子的样子 是否和她一样相似 其实就是在试探你 在你的心里她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已经有了喜欢的女孩子 那么她就会趁早地放手 如果你没有 那么他们就会和你表白 第二 像你这么优秀 你的女朋友真幸福 一个女人问你这个问题 目的很明显 其实就是想要知道 你是否有女朋友 想要知道她是否有机会 也间接地告诉了你 在她的心里你很优秀 她对你有好感 其实就是在暗示着你 我想和你在一起 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女孩 而你又刚好喜欢她 那么就把握机会 第三 刚才碰到一个帅哥 要我的电话号码 人都是有危机感的 如果喜欢的人被别的异性看上 那么就会害怕 会担心喜欢的人被抢走 有人对你说这样的一句话 其实就是想要试探你的反应 是怎样的 想要知道你是否会紧张 是否会变得紧张 她会给你的反应 就能知道在你的心里 她的分量有多重 第四 好想谈一场恋爱 一个女人和易经朋友 聊到这句话 其实就是说给对方听的 她其实就是想要告诉你 我想要谈恋爱 我想要和你在一起 其实她这是在给你机会 因为她知道 如果你和她一样的喜欢 那么你一定会把握好机会 表白的 其实人都很简单 当一个人频繁地和你联系 会和你说很多话的时候 说明她心里是有你的 她是想要和你在一起的 所以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不要轻易地错过了 感谢观看